8分钟 8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行政官员 我们请那个 今天是哪个部会 今天是经济部跟农委会 经济部 经济部次长 我刚好要问这个东部 你怎么知道 那个 次长 因为时间不多 所以我讲话会比较快一点 我看了今天要修这个 再生能源条例 我想问你 什么叫做再生能源 为什么叫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 就是说它可以复制 可以再生的 我们称为再生能源 可复制可再生 一般我们对再生 recycle这个名字的了解 就是它是一个废弃物 我们要让它再生 发挥功能 叫做再生 当初在制定的 再生能源条例的时候 的考量是什么 为什么叫做再生 为什么不说它是新生能源 还是什么的 对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像这个 在环境中 它能够在我们可以借由 不会耗尽的这种能源 对 可以永续利用的 那种 第二个我想问的 现在台电有没有来 台电有来 台电有副总经理 黄副总 台电 黄副总 最近台电很多事情 那么我要问的 道士跟最近没什么关系 黄副总经理 黄副总 现在你们有一个叫做智慧电表 对不对 在哪一些区域有在试试办 目前我们现在是高压用户 是全部都会用 高压用户 对 什么叫高压用户 就是工业用 工业用 就是那个 大概是69kV OK 它是会比较便宜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叫智慧电表 它不是比较便宜 基本上就是说让用户随时了解 你现在电用多少 所以你们主要是对高用电量的那些用户 基本上我们低压用户也会建置 我们也会建置 你有没有想过到偏远地区去装置这个 所谓的 有一些地方有 我们会选择 哪里有 你告诉我哪里有 我晓得是澎湖 因为这个智慧电表啊 你刚刚讲的 它是会比较省什么 它不是比较省 那基本上这个智慧电表 最主要是说 让用户随时知道 你现在的用电状况 基本上智慧电表 不会帮你省电 只是说让你了解你用电的状况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考量 要给这个高用电量的呢 是因为高 因为是这样 装置的时候 是不是工程上 费用比较小 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高压用户 占台电用户的 跟低碳有没有关系 这个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这个是一系列的 包括 所以我看到你们这里写 这个 是 对于 是因为政府在规划这个低碳嘛 对不对 你们开始推广这个智慧电表嘛 是 那我记得蓝女跟绿岛也都是 是那个这个低碳岛 它们有没有在使用 你们有没有去装置 目前是 目前是可能这两个宝 还没有 对啊 对还是 我就是要你去装置 只有澎湖有吗 澎湖有 只有澎湖啊 澎湖有的话 男女地岛应该也要考虑 对啊 你是地岛 地岛一样是低碳 是 的一个规划 规划地区嘛 这个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低压用户 我们现在还在研究 就是说 怎么会比较好 因为基本上 它的用处就是说 让你知道你的用电状况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是要配合时间 电价或什么之类的 那对高压用户 对它来讲 它的用电量 好啦不要讲那么久 我就是跟你讲 来与里岛要装啦 这种地方 第一个 它是一个里岛 第二个它又是低碳的一个社区 规划 它既然有这么好处 你们应该 优先考虑这些地方嘛 这也应该不是它有好处 只是让你知道说 你的用电的这个状况 我刚刚就问你了嘛 跟低碳有关系嘛 对不对 这个低碳就是一个好处啊 就是益处啊 好不好 这个我们再来研究 回去马上整理 不是研究 那个 立岛染女 附数不多啊 对啊 立岛偏僻更应该帮忙啊 要马上答答复啊 不是 谢谢赵伟 不要再讲了 马上办 马上办 那个 商标法 商标法的主管是标准局吗 还是 智慧 智慧财演局 你今天都问到智慧的啦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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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的 智慧有关系 好 这个 你是局长吗 是 好 局长你好 原住民主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 有这个条例你知道吗 我知道 OK 上一次这个赛德克这个 赛德克巴萊 对 后来你们怎么处理 是依据什么 上一次那个案子是原住民认为说赛德克巴萊是原住民的智慧创作 是 那他们有表达这样的意见 那智慧局就 依照这个意见呢 也请这个相关的电影公司呢 这个商标是不是要继续注册存在 所以他最后是尊重我们这个条例嘛 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嘛 是 那么去年呢 在花莲有一个大头目事件 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 知道 也是你们处理的 这个最后怎么处理 目前这个案子是有一个商标注册存在 那就是说这一个大头目的商标呢 第一个他 我现在讲的是两个汉族的业者在争这个注册嘛 问题是大头目是原住民的 我们不敢说他是传统智慧财产了 但是就是跟原住民有非常非常深的紧密的关系 你们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啊 第一个部分啊 大头目这个部分 原民会其实还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原住民的一个智慧创作 没有人检举没有人举发嘛 对不对 是 将来你们跟原民会之间呢 到底要就这个商标就这个注册的程序 跟我们现在的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 怎么样来衔接而不是禁合 衔接 让所有原住民的传统的智慧财产 能够因为这个法律 因为你们的这个 这个法律的执行的部分啊 得以被保护嘛 呃 因为 两会之间 是 有没有什么那个法律啊 市长 就是说 原住民已经定了这样的条例了 那我想 如果在发生个案争执的时候 有涉及到这样的话 我们智慧局如果知道 也会主动 来询问原民会说 这样的一个商标权 有没有抵触到 相关的条例的规定 那你们怎么去審讨 这个可能跟原住民的权利有关系 怎么去審讨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吗 呃这个部分哦 我们其实是 第一个先查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到说 原民会可能也要提供给我们说 我们去哪里找 原住民的这些相关资料 市长 市长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主办人有没有相关的文化涵养了 他一看啊 这原住民也有权利呢 所以你们要主动 而不是说等人家检举来了 你们再去处理 呃目前 因为上一次赛德克巴莱的事件之后呢 其实我们局里面 就有把 原住民的相关的 呃这些组部落的名称呢 已经建成资料库了 对对对对 局里面已经有建成资料库了 所以这样就不会有遗漏 不会有遗漏 是 那么最后我要问的是 这个 呃 关于 呃 那个市长就好了 那个市长你可以休息 是 市长最近哪 那个市长最近又有一件事情啊 呃 当然跟原住民关系不大 但是总是牵扯到 就是宜兰的这个 蓝阳溪 呃这个西瓜 啊 这些高麟菜等这些事情啊 那么当中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核弹 其实都是下游非常接近那个西口的嘛 对不对 是 上游呢 上游的状况不知道怎么样 上游 水里水有没有来 上游 不是 阳书长在 是 囡囡 对啊 蓝阳溪的这个 河川区域里面的种植呢 是下游跟上游都有在种植 都有在种植 都有在种植 所以 下游严重还是上游严重啊 呃 基本上 看它的这个河谷的宽度 那因为种植的方式呢 都是只是就地整平 并没有去垫高土地 所以就河房上面来讲 就水里来讲呢 对这个河川的安全是没有影响的 那对两岸的这些道路系统 我们的评估也是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有一个协调的机制 跟公路总局有一个协调的机制 是由我们河川局跟各区域的 这个公路单位的系统 有一个协调的平台 那过去都有这样子的机制的运作 到现在为止这个运作的机制也都没有停 所以媒体的报道的部分呢 有一部分对这个河房安全的部分的这些说明呢 事实上就水利单位的立场来看 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种植的影响呢 应该是对水质的部分影响会比较大 假设他用的是一些像积粪的这些肥料 有可能会污染水源 所以这个部分呢 必须要用其他的配套的法令 有环保单位来加强执行 那目前县政府在做这个事情 局长你看媒体 就是说公路总局痛批 过度开垢成了公路杀手 你们两局之间 你们有没有相关的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误解 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河川局 跟公路局的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同仁去协商 过去我们在公路跟水利的部分 已经有一个桥梁 就是公路跟水利的这个协调汇报 包括公路总局跟水利署本部 包括我们的各地河川局 跟公路局的各区处或者是管理处 那目前这个机制呢 每三个月地方会开一次会 所以有类似的情况都会提出来讨论 那媒体的报道 我不晓得它的消息来源 公路杀手你认为不是公路局讲的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他们不敢这样子讲 对因为当地的河川 这些种植的行为 并不允许它去把河川做改变 那基本上你们对于这个河川地的这个放租 目前是朝正面在看了 是吗 对 河川地的放租有它一定的一个限制 那以南洋溪来讲 靠近公路的范围里面 50公尺左右的范围之内 我们是不允许放租的 放租的位置它是河宽非常的宽 在没有在主流河草的位置 在高滩地的上面才有放租 那么对于所谓的阳城这个部分的协助 对 放租是有正面的影响 对阳城的意志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今年从去年底到现在 我们在台东地区 北南溪 因为有这个种植的这个关系 我们看到阳城的现象呢 是有减少的这个趋势 那南洋溪也有同样的状况 那么现在你们对南洋溪上游啊 就是大同乡的辖区 还有在辅导原住民的 这个所谓的中高经济作物 这个这个 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辅导 没有辅导 但是他们来申请许可的时候呢 是有一定的条件 有一定的条件 那它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会同意它来申请 原始上鼓励还是抑制 他们不能去种 没有这个不鼓励 也不鼓励 不鼓励 但是也不禁止 对 只要符合 只要符合我们的种植许可的规定的话 我们会让他们来申请 对 OKOK好 因为有一些误解说是原住民啊 这个把这个土地儿都租租 然后去种植高 这个高高价值的蔬菜 最后嫁祸鱼 把这个污名 污名到原住民这里来 所以特别听你澄清 并没有所谓的辅导 也没有去禁止 也没有去鼓励他们 完全一般的 这个标志在开放 是吗 对 我们定有相关的规范 那因为最近南洋西的这个案件呢 引起关注 我们最近会找各地方政府 一起再来检讨这个规定 他们有没有意见 对 最后还是跟市长在要求这个 原住民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 这个部分 要非常谨慎的来处理 对 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到 有很多相关原住民的这个名称也好 传统的这些智慧被引用 或许是在保护条例之前 就已经申请 但是事后还是造成了原住民 我们会列为重点保护的一个事